在歲末之際 新竹市就集會 東陵慰問物資發放活動 24號在北新公園登場 並準備一千份物資 給新竹市社會處 列策的第一收民眾 當天的天氣相當的舒適 民眾也早早就到現場等候 主辦單位為了感謝贊助單位 也特別自證感謝狀 感謝企業 社團以及個人 對物資發放活動 給予大力的支持 因為疫情非常的緊張 那麼基於此呢 往年有的疫整 或者是這個疫檢 以及熱食的部分 我們今年就給予取消 但是我們轉換成餐盒的方式 來給這些需要的朋友們 除此之外 我們進場採取實名制 並且落實良額溫 並且嚴格要求戴口罩 由於疫情升溫的因素 每年就集會 在舉辦冬令慰問物資發放活動當天 都會準備熱食讓民眾享用 今年取消熱食改為發放便當的方式 由於去年開始疫情蔓延 許多民眾生活也受到影響 新竹市就集會理事長黃萬明表示 在經費支出方面也較往年提高兩成 約六十萬元 平時的話呢 我們會透過 比如說基層里長議員 或者新竹市政府的轉介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會團體的轉介 我們就會派員前往這些需要的朋友們的家裡 然後去做一個了解完之後 回來經過會議的討論再派另外一組我們的志工 前去做一個依據他的所需 然後給予他必須的金錢或者是物資上的協助 準備的物資跟去年來講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在現金支出的部分 在疫情發生後的這一年 我們的支出比往年都還要提高大概兩成左右 所以顯然就是需要協助的朋友們的家庭呢 是變多了 除了一月二十四號的物資爆放 新竹市就集會還規劃另外兩個場次 一月三十一跟二月七號 各一百份物資在就集會會館進行 新竹縣山區的部分也預計過年後 四月四一以及四月十八前往關懷 凱貝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